来看到艺人米可白恢复单身后 把重心放在演艺工作以及照顾流浪动物上 今年争车前夕他穿上围裙 亲手打造专属毛小孩的宠物月饼 使用全天然的食材包含马铃薯泥地瓜泥 做出来的月饼没有过多的调味 让毛小孩也能够吃得安心 而他的宠物浅钱也很给面子 一下就把月饼吃光光了 我今天准备是马铃薯泥 备坨马铃薯泥地瓜泥加入抹茶粉和面粉调色混合 再放进模具塑形成各种月饼图样 最后步骤烘烤15分钟香喷喷月饼上桌 一旁的狗狗蠢蠢欲动迫不及待享用 专为他们设计的宠物月饼 我觉得很难敲模 要塑形有一点点丑 所以我给自己打80分吧 虽然脱模过程有点小脱贼 不过宝贝宠物浅钱还是很给面子 一晃眼整颗月饼直接下肚 为了让宠物们也能感受中秋节气氛 艺人米可白9号提前制作宠物月饼 去除一般月饼常见的酥油皮 全使用马铃薯泥地瓜泥等天然食材 让动物也能吃得安心 很多狗狗都很需要帮助 因为他们那边大概200只狗狗吧 它里面就是会讲到收容所 就是我为毛小孩发声 本身就爱动物的米可白 因为拍摄新戏和动物之家结缘 定期以志工身份照顾流浪动物 在中秋节团圆这一刻 毛小孩当然不能缺席 这杨培宇 雨林雨特别报道